白电风是一种常见多发的色素性皮肤病,感应以直播或半发性色素托施,形成白白位特征,是一种获得性局限性或半发性皮肤色素托施症,是以影响美容的常见皮肤病。 一诊断,难,预防白电风增强体质很重要,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困难和不愉快的事情,给心理和精神上造成压力,如即时进行化解,即会造成机体生理功能紊乱而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。 其中白电风就是最常见的一种,由于人体的自身体质弱,抵抗力差,也已引起白电风的发病,所以说,平时的生活中一定要保持乐观情绪,同时又要增强自身的体质,避免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损害,减少自外线的照射,长时间暴露在强光下,应采取防晒措施。 如旅游,海浴时,将裸露的皮肤涂以防晒霜,临床可鉴于旅游,游泳后发病的较多,减少并从口入的机会,蔬菜,水果食前,要反复以浸水冲洗,以减少残留农药等有害物,减少自呼吸道进入的有害物,不在马路或烟雾尘埃大的场所做剧烈运动,如跑步等运动,减少接触有害物质。 如减少接触化工原料,油漆涂料等,温馨提示,日常生活中做好这些是可以有效预防白电风的,一旦发现不明白斑,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检查确诊,避免延误导致病情加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